上餐后 柳青岚与陈墨便一起静静品味其每一道菜肴 深深沉浸在美食的风味中 在两人结束用餐后 服务员上前恭敬道 两位用餐体验还愉快吗 我们子玉轩会在客人用餐后做个简单的调研 以求未来可以更好的为客人们服务 两位能否说一下今天用餐最满意的菜品和不满意的地方 不满意的地方倒是没有 满意的菜品的话 刚刚那道烤鸽子真是美味 脾脆肉嫩香气四溢 很不错陈墨微笑道 柳青岚也点点头 对住另一道菜品说道 红烧酒转鲜善也是一绝 入口鲜嫩香气十足 这道菜不错 可以多多推荐眼见两人没有差评 服务员微笑助记录下了两人的推荐 这才将两人送出了门口 随着陈墨这一顿吃饱喝足 系统提示音也是立即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 系统提示 恭喜你成功完成了日常任务 三 甚至这餐美食在末世来说 丰盛的都有些过了头 你超额完成了日常任务 本次奖励翻倍 你获得了2000点生存积分 日常礼包两份 门口结账的时候 陈墨终于看到了 这所谓的至尊套餐有多贵 吃的时候没感觉 但看到价格的时候吓死人 这至尊套餐居然是按人头算的 人均价位高达10万 两个人就是20万 算上服务费什么的 一下子就是20多万 陈墨元以为用餐费虽然可能会比较贵 但应该万把块就搞定了 他还真的是从来不曾想过吃顿饭 能够一下子吃掉20万的 这至尊套餐也太贵了吧 走出餐厅 陈墨忍不住说道 那个包间一般是用来招待特别有身份的贵客准备的 套餐价格什么的都是个虚数 没人会在乎柳清兰但笑道 这吃人嘴短 一下子吃掉10万 我怎么好意思 陈墨笑道 这叫先消费后服务 既然请你帮忙了 这就当前期的谢礼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柳清兰不在意的一笑道 亲爱的 接下来去哪里啊 也没啥事了 接下来我就买点生活必需品回家就可以了 你要去哪里我陪你去 陈墨淡笑道 那你陪我 柳清兰话刚说到一半 手中的电话便突然响了起来 喂 嗯 我在子余轩呢 怎么了 好 知道了 我马上来挂断电话 柳清兰歉意地看了陈墨一眼道 不好意思 我爸突然打电话叫我回去 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咱们明天再见 不会是因为你跟我在这里吃饭的事情 被不复知道了吧 陈墨猜测道 应该不可能 这店里的人都不认识我 不可能会知道的 等我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怎么样 我先送你回去 不了 我一会打车回去就行 正好附近有个超市 我去买点东西 陈墨拒绝道 那好 那我就先走了 回见告别了柳清兰 陈墨朝着附近的超市走了过去 准备买点日常物资回去 将今天的日常任务 一给搞定 他刚刚接近超市 便立即收到了系统提示 系统提示 检测到前方有大量的生活物资 但里面有一只九阶变异鼠王率领的异兽军团 检测到宿主与对方实力差距无比巨大 请尽快远离 九阶变异鼠王和之前那只九阶兽王谁厉害 陈墨好奇询问系统 系统提示 一般来说 同一种异兽 变异体会强过非变异体 但非同一种异兽无法简单比较 原来如此 那我收服九阶兽王和九阶变异兽王提交的最终奖励会一样吗 系统提示 主线任务一 驯服异兽 要求的只有等阶 所以只会按照等阶来发放奖励 只要等阶相同 该异兽变异与否奖励都是一样的 那就好 要是变异体的奖励高过普通的 陈墨只怕是得再寻找一个九阶变异体宠物回来了 没有理会系统的警告 陈墨缓步进入了超市内 进入超市后 陈墨便直接启动了自己的透视眼镜 他想要看看 这超市里所谓的九阶变异鼠王所在 如果可以弄死这只未来的九阶变异鼠王 搞不好可以刷到一波大奖励 这个超市生意还是比较好的 里面人来人往的络绎不绝 以至于陈墨调高了透视眼镜的透视程度后 满眼都是骷髅人 简直堪比白鬼夜行 好在他之前已经通过柳青蓝领叫过了 所以还算有所适应 他没有在意周围的骷髅人 而是将目光扫向了天花板 脚下的地板以及周围的墙体 大白天的 这些老鼠很有可能就躲在这些掩体里面 不过超市太大了 陈墨就这么透视住逛了好一圈 也没有看到一只老鼠 就在他快要怀疑系统的提示 到底靠不靠谱的时候 终于被他扫到了一只老鼠了 此时 这只老鼠正躲在墙壁后面 他们自己挖出来的通道内 不过 这只老鼠的脑袋上 并没有显示九阶变异鼠王称号 显然这只老鼠只是普通喽啰 陈墨没有在意他 而是将目光扫向了附近 既然看到老鼠了 那周围其他的老鼠应该也就在不远处了 果然 很快陈墨便看到了不少的老鼠 在附近的墙体后面聚集着 不过这群老鼠里面 依旧没有那只所谓的九阶变异鼠王 这么大的超市 看来伙食确实够好的 养肥了这么多的老鼠 陈墨透视下 墙体后面的老鼠 那是一只只全都长得肥肥的 检查完这一窝老鼠确认没有变异鼠王后 陈墨只能继续寻找下去 不过他此时的行为 要是有人关注的话 会觉得很怪 因为他自从进入超市后 除了看天花板和地面 就是盯着周围的墙体看 完全不像是这个正常人进超市的样子 好在这超市够大 监控那么多 也没有人专门关注他的行为 就在陈墨差不多将超市逛了一圈后 才终于发现了那只九阶变异鼠王 不得不说 鼠王就是鼠王 陈墨都佩服他的牛逼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躲在什么墙壁后面 这小子居然敢在大白天 直接掺入周围的米区 由于这一块区域堆积着好多袋的大米 这小子掺在一大堆堆放的大米袋中间 不将米袋扳开的话 还真看不到他 此时他已经啃破了最下面一袋的大米袋子 偷吃着大米 好家伙 居然有这么大的老鼠 陈墨看到这只老鼠都震惊了 因为这只老鼠居然长得都快有一只猫这么大了 怪不得能进化成变异鼠王呢 果然是有点资本的虽然发现了鼠王 但此时他躲在一大堆的米袋中间 陈墨也不好直接动手 还需要将米袋扳开一些 但扳开米袋的行为 很有可能会惊动下面的变异鼠王吓跑他 陈墨决定再提升一些自己的属性 以确保这家伙无法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逃脱 毕竟虽然此时他的属性对人类来说已经很高了 可动物的属性侧重是不同的 杀这种老鼠 以我现在的力量应该是随便一脚就踩死了 就专攻一下敏捷吧 不然可能会跟不上他的速度 随着沉默点击提升敏捷属性 系统提示也是立即想了起来 系统提示 你正在添加敏捷属性 当前敏捷基础属性两点 已经达到基因上限 检测到你融合了狼人血统 你的属性上限提升到了五点 你可以花费400点积分 将敏捷点数提升到2.1点 是否进行提升 之前这狼人血统没白抽 不但提升了属性上限 还给了超强的四个能力 刚刚陈墨能够发现在米袋中间 这只变异鼠王 就是因为他的超级感知能力 敏锐的嗅觉直接闻到了不对劲的味道 他才转头看向了米袋区域利用透视眼镜 看到了这只变异鼠王 不过属性上限虽然提升了 但是这个属性点的售价 却是看得沉默心中一个咯登 因为按照之前的属性提升售价来看 这一次的售价应该是200点积分 但这一次变成了400点积分 这要是每提升一点属性 售价都翻一倍 这属性点谁提升得起 要知道倍数无限往上翻的话 只需要很少的次数 就会将数字翻得很大 虽然心中对属性售价有所吐槽 但该花还是得花 陈墨含泪掏了4900点生存积分 将自己的敏捷属性 从两点提升到了三点 按照一点到二点的情况 三点后售价应该会继续提升吧 希望不是无限翻倍 陈墨决定看看这属性售价 到底是怎么算的 只从两点以后的售价来看 暂时还无法确定后续点数的售价提升情况 但是三点之后的售价继续变化的话 就可以彻底看出来规律了 随着陈墨选择继续提升属性 系统提示也是再次响起 系统提示 你正在添加敏捷属性 当前敏捷基础属性三点 已经达到基因上限 检测到你融合了狼人血统 你的属性上限提升到了五点 你可以花费900点积分 将敏捷点数提升到三点一点 是否进行提升 哦 900点积分 还好还好 不是无限翻倍提升 而是按照属性基础点数 作为倍数来提升 这样子的话 售价提升的还算在 接受范围内沉没之前 怕就怕一点属性时 售价100点 两点属性时 售价200点乘以2倍 三点属性时 售价300点乘以4倍 四点属性时 售价400点乘以8倍 要是这么翻倍下去 后续是16倍 32倍将会是非常恐怖的翻倍 这积分赚到死也不够用 但现在的翻倍模式 只是线性成长的 就好接受许多了 沉没立即继续消耗生存积分 提升敏捷属性 将敏捷属性 从3点提升到4点 沉没又花费了 10350点积分 只是将属性点 从2点提升到4点 便总共花费了沉没 足足15250点积分 这么多生存积分 若是换算成现金的话 可是价值整整152万啊 这么多钱几乎一瞬间就消耗完了 刚刚加属性的时候 沉没还没有特别计算过这点 现在加完一算 只感觉自己真是败家子 才刚刚积累到18819点的生存积分 一瞬间就被沉没给消耗的只剩下3569点了 不过此时敏捷提升了一倍后 沉没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的反射神经 都变得无比的敏锐 身边的一切变化都感受得清清楚楚 虽然他此时没有测试自己的速度 但沉没很清楚 自己现在的速度绝对远超这米袋之中的老鼠 属性已经添加完毕 接下来也该惊动出这只老鼠了 沉没尝试着敲击旁边的米袋 想要敲山正虎将这只老鼠给吓出来 但他敲米袋的动作虽然惊动到了这只老鼠 但这只老鼠狡猾得很 他直接待在了原地一动不动 似乎想要借此彻底隐藏自己的气息 鬼东西还挺机灵 眼见未来的九阶变异鼠王不肯出来 沉没只能动手扳开米袋了 此时超市服务员看到沉没的行为后 立即好奇地过来说道 先生 这些大米每一袋都是一样的 我刚才看到有只大老鼠掺进这里面了 要是不处理 只怕你们这里的大米要被老鼠偷吃了 老 老鼠 老鼠在哪里 沉没这话一出 超市服务员立即惊地躲到了沉没的背后张望道 看到身边这个五大三粗的男服务员 突然变成一副小娘子的姿态躲在自己背后 沉没一阵无语道 就在这里面呢 你快叫人来帮忙 把米袋扳开 刚刚这个男服务员本来就怕老鼠想赶紧逃离 得到沉没这句话 正好有离开的借口 他立即点头道 那好 麻烦您在这里守住 我马上叫人来随着他离去 沉没则是利用自己的敏捷和力量 以极快的速度搬运起米袋 沉没这边快速地搬离米袋 躲藏在一大堆米袋中间的鼠王 也是及时地变换着自己的身位 始终将自己隐藏在剩余米袋最中心的位置 不过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以沉没的搬运速度 那个服务员刚刚叫来人 沉没就已经将米袋搬空的 足以看见那只巨大的老鼠了 此时周围其他超市人员过来 也是一眼就看到了沉没搬运到附近的大量大米 以及中间区域 还剩余的两堆米袋中间的那只大老鼠 啊 好大的老鼠啊 刚刚那的男服务员回来 一看到这么大的老鼠 立即吓得尖叫地跺起了脚叫 连南高音都飙出来了 周围其他超市人员 看到这么大的老鼠也是震惊 没想到超市里居然躲藏了这么个玩意 这鸟玩意长得如此肥大 这是偷吃了多少超市里的东西 随着男服务员的尖叫 那只巨大的老鼠也是被惊动了 作为未来的九阶变异鼠王 这家伙即便只是普通老鼠时期 也一样不乏鼠王风范 眼见周围好多人 自己不好逃跑了 他立即胸利地对住沉没呲牙恐吓了一声 随即便朝住他的方向准备夺路而逃 毕竟只有沉没的方向就一个人 加上沉没背后离安全门较近 他可以快速跑路 他自然是选择最容易逃脱的路线 但很可惜 他选错目标了 他从另外任何一边 都有可能利用自己恐怖的身形和速度 吓住众人逃走 但在沉没这边 可行不通 眼见硕大的老鼠发起暴冲 周围的人们也是一阵慌乱 毕竟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怕这玩意的 有的人可能并不是怕 但对这种东西会本能地感觉到恶心 也会选择躲避 不过他们看到大老鼠暴冲的方向 是沉没那边后 当即有负责人惊呼道 客人小心啊 直接躲开 别被他咬到了 毕竟沉没是客人 要是在他们超市里面被老鼠咬了 搞不好还得他们超市负责 他自然是关心沉没的安危 沉没眼见周围这么多人 要是一脚踩爆这只老鼠多少有点影响不好 他便假装往后面的安全门处闪避 这使得这只大老鼠也能够顺利地跟住 他直接一六言地跑到了安全门后面 逃出了超市 到了安全门后面的安全通道后 这只大老鼠本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 但下一刻他只感觉到眼前一按 便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知觉 因为此时他的脑袋已经被沉没一脚给踩爆了 沉没并没有选择使用戒刃 因为这样会导致留下明显的锋锐切割伤害 一会这老鼠尸体被人看到了不好解释 他选择了最原始的击杀方式 不过他原本只是想要踩死就算了 但终究还是没有收住力 直接将老鼠的脑袋给踩爆了 这身体力量提升后 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力量使用的 看了看沾着老鼠肉末的鞋子 沉没苦笑道 看来这鞋子是不能要了沉没这边 一脚踩死大老鼠的瞬间 系统提示也是立即跟住响了起来 系统提示 检测到宿主以灵阶战力 超级越阶击杀九阶变异鼠王 乳之神威超凡绝世 乳之无勇深不可测 真可谓当是战神 本次乃是宿主第一次击杀九阶强敌 且还是越阶杀敌 本次奖励大幅度提升 特此奖励宿主 SSS及大礼包一份 怎么只有礼包 积分呢 系统提示 SSS及大礼包一般情况下 不会直接奖励 只有通过积分进行购买 系统售价价值一亿积分 故而本次积分奖励 其实已经包含在 SSS及大礼包之中了 且SSS及大礼包购买次数越多 价格越贵 本次奖励的SSS及大礼包 并不会影响以后购买 SSS及大礼包的售价 一亿积分 这么贵 得到系统的回答 陈莫倒是没有在纠结 没有积分奖励的问题了 奖励个百八十万的积分 怎么也没有一亿积分来的之前 此时他没有着急开启礼包 因为周围的人已经追了过来 来到安全门后 众人只看到了脑袋被踩爆了的 老鼠尸体和安然无恙的陈莫 超市负责人立即看向陈莫道 真是不好意思啊客人 是我们超市检查得不到位 居然跑出来这么大一只老鼠 惊扰到了你 你看你这双鞋多少钱 我们照价赔偿如何 陈莫道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个超市的负责人居然如此上道 自己还什么话都没说 他就提出来要赔偿了 此时对方继续说道 就是希望今天的事情 能够就这么过去 客人出去后还请不要到处宣扬 你看可以吗 我们可以按原价多倍赔偿给你 听完对方后半句 陈莫才了然 原来主要不是赔偿的事情 而是封口的事情 虽然说超市里出现一只老鼠什么的很正常 毕竟谁能保证自己家里不会出现老鼠 这玩意就算是打扫得再干净 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只是这一次的老鼠太大只了 宣扬出去多少是有点影响不好 所以超市负责人才想着封口 陈莫道是也没有在意 这一次能够来这边 摆捡一个九阶变异鼠王的击杀奖励 他已经是赚麻了 所以摆了白手道 不用什么赔偿了 这么大的地方 周围还有一些快餐店的存在 冒出来一只老鼠也是正常的 我相信贵超市的卫生条件 今天的事情我也不会出去乱说的 还请放心 这句话算是直接说到超市负责人的心坎上了 就该这么说嘛 这老鼠肯定是附近快餐店招惹养肥的 不是他们超市卫生不到位 眼见自己想说的话直接被沉默说了 超市负责人也是个精明人 哪里人家说不赔偿就直接说不赔的 他当即说道 怎么说也是弄脏了你的鞋子 如果你不要赔偿 要不这样吧 客人今天在我们超市里面的消费 全部由我们超市买单 你看住选择就行 听到对方这么说 沉默倒是觉得可行 自己也不需要买太多东西 对方也不用吃太多亏 自己不拿走点什么 对方反而还要担心自己嘴巴不严实 见此沉默也就没有再推脱 他微笑道 那好吧 那可要敲你们不少竹杠啊 哪里的话 惊扰到了客人 是我们应该赔偿的超市负责人笑着说道 从刚才沉默的谈吐 他也是能够看出来一些沉默是什么样的人的 真的要敲竹杠 直接要钱不好吗 谁还会在意在超市买点东西的价值 所以沉默嘴上说的敲竹杠 在对方听来那是毫不在意的 很快负责人找人弄来了两条毛巾 一条放地上 让沉默擦干净鞋底 一条则是用来擦干净沉默鞋面上建到的一些污渍 然后又让人退来一辆购物车 任凭沉默选购超市中的物品 沉默也没有选什么太多的东西 就按照系统的要求 选了一些生活物资回来 系统要求是三天 沉默多买了一些 为的是继续刷多倍奖励 沉默选了两箱泡面 两箱矿泉水 其他什么都没有买 这两箱泡面加上两箱矿泉水 差不多能够吃半个月了 沉默主要是为了测试一下 日常任务的奖励除了双倍外 是否还会有多倍奖励 客人 这 这也太少了 你再拿点 不用了 已经够吃了沉默笑着推托道 眼见沉默明明可以白嫖 还选这么便宜的东西 超市负责人反而觉得少了 毕竟人家讲究 他也讲究 那不能够 这些再加上还差不多 他又额外送了沉默两箱自热锅和两箱饮料 这比沉默自己选的可贵多了 如此一来 一个月的伙食都已经有了 在超市负责人的盛情下 沉默也只能接受这些东西了 由于东西买的有点多 超市负责人甚至还愿意主动帮他送货上门 这封口的行为俨然是做得非常到位了 惹得沉默也是无话可说了 客人 我正好要出门一趟 顺道烧你回去吧 你家在哪里 看住眼前干练的中年男人 沉默笑道 那可太麻烦你了 哪里的话 都是顺便罢了 可是我还要去一趟都停好宠物店 取一下小狗 就不好麻烦你了吧 沉默拒绝道 不妨是 那家宠物店我知道 我家的小狗就是在他们家买的 正好我也过去买点狗粮回去 顺道沉默听罢倒是也没有再拒绝 毕竟人家都这么顺道了 超市负责人找人将一堆东西帮沉默搬上车后 便在这沉默朝着都停好宠物店开去 车上经过闲聊 沉默得知了这位超市负责人名叫赵海 今年40岁家里有两个孩子 一家人在魔都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生活的还是挺不容易的 当然具体是真的不容易 还是希望博得沉默的同情 不要出门乱说话 沉默就不得而知了 但听着对方说的真诚 倒是也没有什么像是骗人的地方 听到对方说平时作息很不规律 沉默立即发动透视眼镜 查看了一下赵海的身体状况 果然看到 他的肝 胃都不太好 熬夜伤肝 作息不规律伤位 沉默善意地提醒了对方几句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都停好宠物店 沉默取回小狗和一大堆宠物用品后 赵海只是简单地买了一袋狗粮和一些宠物零食 在这沉默返回明院小区 赵海惊叹道 这小区的房价可不便宜 我认识一个很好的姐姐 她给我的房租很是便宜 我才能住在这里 沉默笑着回道 原来是这样 这小区外来的车应该不方便进入 我帮你把东西一起搬进去吧 那怎么好意思呢 我自己来就行了 都已经送你到家门口了 也不差这点事情了 赵海笑着搬起两箱东西说道 眼见这位大哥如此热情 沉默也没有再拒绝 他一口气搬起好几箱东西 便走在了前面 见到沉默搬了四箱饮料 还见不如飞 赵海人都看呆了 这四箱饮料的重量可不小 他不经惊呼 沉默看住不是很强壮 但意外地有些天生神力在身上 来回两趟 很快沉默的东西 便全都被搬到了他的家门口 东西搬完了 那小兄弟 我就先走了赵海笑着说道 辛苦你了赵大哥 我送送你沉默的透视眼睛看到 赵海的腰部 其实是有些妖机劳损的 他刚才居然还特意想要选重物班 想要将轻的留给沉默 就凭这点 沉默便觉得这位赵大哥 为人还是很实诚的 也难怪他有之前的这些表现了 要是一个奸华的人 可不会轻力轻微地做这些 正所谓投桃报李 沉默也是个讲究人 他送赵海出门的时候 伸手触碰到赵海的同时 已经发动了自己的治愈之光技能 开始为其治疗腰伤 以及五脏六腑的损伤 不过 治疗这么多的伤势 耗费的精神力 可不是之前治疗灵心如石 耗费的那么一点了 刚刚走到自己车子旁的赵海 突然感觉到了覆盖自己 后背位置的沉默手掌处 传来了一股无比舒适的暖流 这股暖流以极快的速度 流进了他的全身 不但在这一瞬间 浑身上下腰酸背痛的隐痛 全都消失了 就连肝气欲结 胃部不适的感觉 也全都消失不见了 就在他惊奇转头的时候 只看到沉默此时的脸色 有些不太好 小兄弟 你怎么了 没事吧 看住沉默突然从刚才 生龙活虎的模样 虚弱了这么多 赵海连忙关心问道 没事 赵大哥你慢走 沉默强称疲惫的精神 笑着说道 可你的样子 赵海担忧地看向沉默 可能是刚才搬一大堆的东西 累到了沉默但笑道 听到这话 赵海露出一脸苦笑 刚才你可是剑步如飞 气息都不曾乱过一点啊 这怎么突然累成这样 一想到刚才自己背后 传来的暖流 和此时自己全身 上下无比的痛快 赵海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 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念头 这位小兄弟突然变得这么虚弱 不会是因为帮我治疗导致的吧 仔细感受了一下自己全身上下 真的是一点难受的地方 都感觉不到了 这种身体病痛 瞬间消失的感觉 实在是太过于清晰明显了 想要觉得自己是错觉都难 他立即拉着沉默 走到了一旁小声道 小兄弟 你该不会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吧 我怎么感觉刚才你手掌一热 我身上的病痛就消失了 怎么可能呢 大哥你肯定是错觉了 我有点累了就先回家了 以后有缘再见 沉默笑着摆手道 看住沉默离去的身影 赵海心中若有所思 但没有在追问 既然人家不想说 自然有人家的原因 而且也没有什么实际证据证明 自己突然感觉浑身上下都舒畅了 就是人家出手导致的 赵海不禁按道自己四十几岁的人了 怎么还神神叨叨的 看住赵海离去 沉默心中暗道自己给人治病 看来是极其不好隐瞒的事情 对方会有明显的感觉啊 随着沉默回到家门口 将所有物资全都搬回到家中后 系统提示也是终于响起 系统提示 恭喜你成功完成了日常任务一 并且带回了远超三日份的生存物资 你超额完成了日常任务 本次奖励翻倍 你获得了2000点生存积分 日常礼包两份 此时沉默的背包里面 已经有四份日常礼包 和一份SSS级大礼包了 这所谓的价值一个亿生存积分的 SSS级大礼包 到底有什么超凡脱俗的奖励 沉默还真是非常的好奇 他先看了看卧室中 灵心如此时的情况 见他还在睡着懒觉后 沉默直接取出了 SSS级大礼包 选择了开启 随着沉默开启SSS级大礼包 系统提示 也是立即紧跟着响了起来 系统提示 开启礼包成功 恭喜你获得了 SSS级超能力 时空禁锢 时空禁锢 发动该超能力时 你将可以禁锢 一片区域的时空 在这片区域内 时间会停止运转 只有你和你认可的目标 能够自由行动 根据你的异能等级影响 发动该超能力时的 异能量消耗速度 同时禁锢时空的区域范围越大 禁锢时间越长 禁锢范围内单位越多 单位实力强过你越多 你的异能量消耗速度越快 宿主当前异能等级 0级 宿主当前异能量 50点 看到系统提示的信息 沉默整个无语注了 他此刻在想 这个系统到底是不是真的末日求生系统 该不会是隔壁里翻世界的金手指退休在就业吧 这系统的奖励先是隐身能力 然后是透视能力 现在又是时间暂停 沉默严重怀疑这系统之前兼职过里翻世界的金手指 这些能力可全都是里翻世界的王道能力 沉默吐槽了一句后 还是将注意力放回到了能力本身上 无论这能力平时在哪里比较常见 都不妨碍这个能力的强度极其的变态 时空禁锢 整片世界只有自己能动 这跟强制无敌有什么区别 绝对是顶尖的能力 达到SSS级的水准也是无可厚非 只是之前开出来的技能 只需要消耗精神力就可以发动了 但现在开出来的超能力 却需要使用什么一能量 这一能量到底是什么 沉默都没有搞清楚 他当即询问系统道 系统 这一能等阶 一能量都是什么意思 系统提示 系统商城有关于一能介绍的书籍 宿主可以自行选购翻看 这都要花钱 沉默立即点开系统商城看了一眼 还好东西不贵 基础的说明书籍只售价10点生存积分 沉默立即买下了这本书 然后翻看起了其中的内容 很快沉默便明白 这一能量是怎么回事了 这一能量说白了 就类似于武侠世界的内力 修仙世界的灵力 龙珠世界的气 火影世界的查克拉 猎人世界的念力 就是一种纯粹的特殊能量物质 人体内 原本就有一能量存在 但是存量很少 正常人类一般情况下 身体存在的一能量数量 都在1到5点之间 这个特殊的能量 大家平日里会不自觉地应用到 比如一个父亲 可以在极度望我的情况下 抬起一台车 救出自己的孩子 但事后会立即感觉精疲力尽 无论回去怎么尝试 都无法再撼动车子分毫 这中间就是因为 他无意识地使用了体内的异能量 加强了自身 诸如此类的事件 还有不少 都是一些忘我的情况下 使用了异能量 突破了人体极限的故事 只是大家不知道 这是因为使用了异能量 直到是爆发了身体中 不知名的潜能 沉默现在的异能量有50点 主要还是因为他完成了狼人血统融合 配合上本身属性强化 才能够达到现在这个程度 自身的属性达到2点时 对应异能量5点 达到3点时 异能量会额外提升10点 属性达到4点时 异能量会额外提升15点 沉默现在体质2点 力量2点 敏捷4点 精神力2点 所以异能量为5加5加30加5 总共45点 而狼人血统又可以增加20点异能量 此时沉默的异能量总量高达65点 但这依旧还是比较初阶的异能者强度 只有异能量达到100点后 异能者的等阶才会突破达到1阶 异能者等阶越高 对异能量的掌控度也会越强 战斗力自然也就越变态 正常异能者只有达到了1阶后 才会觉醒超能力 沉默此时虽然只有0阶 但因为提前通过系统礼包觉醒了不凡的超能力 他已经可以提前掌控自己体内的异能量进行使用了 之前沉默感觉到自己体内的力量 命名为内力的力量就是异能量 大概明白了异能量是什么玩意或 沉默翻看了一下异能量的修炼之法 结果得到的介绍 基本上都是一些淬炼自身 以增强自身全体属性来提升异能量的答案 这不等于没有捷径走吗 得疯狂锻炼才行 仔细一想沉默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按照系统的介绍 半年后末世爆发 一年后系统降临 他现在遇到的所有人的信息 都是一年后系统降临以后检测到的信息 那说明这些什么五阶魔人 九阶狮亡 九阶狮亡 都只是在末世爆发后的小半年时间里 便已经完成了等阶的超级跳跃了 这种成长速度 显然不是纯靠锻炼可以达到的吧 翻看完整本书后 沉默得到了答案 原来异能量除了常规锻炼外 还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东西来补强 只是补强的方法虽然多 但很多都是副作用比较大的 暗部旧班修炼是最稳妥的提升方式 当然沉默就算不努力锻炼身体 他的提升方式也还是非常的稳妥 因为他靠系统提升属性就行了 只要生存积分转够 那属性还不是想加多少加多少 收起关于异能量的书籍 沉默决定尝试一下刚刚获得的时空禁锢超能力 按照刚刚从书籍上学到的内观法 他潜行感知体内后 果然感知到了异能量的存在 这异能量存在的位置 几乎全部都汇聚在丹田处 随着沉默心念移动 异能量开始从丹田处涌出 瞬间传入了他的脑域 他的脑域内 此时正有一颗介于虚实之间的原核 是发动异能力的关键 在异能量进入原核的瞬间 立即便激发了其中蕴含的异能 刹时间 沉默周围十米范围内的时空就被禁锢住了 不过此时周围什么变化都没有 自然是看不出来禁锢的效果 沉默立即拿起一瓶矿泉水拧开 然后往下倒 结果发现 这矿泉水哪怕瓶盖被拧开了 瓶中的水也依旧跟被封住了一样 一滴都没有洒出来 只有沉默对住瓶口吸 才能够将其中的水给吸出来 这时空禁锢的感觉这么神奇的吗 虽然时空禁锢很好玩 但损耗也是大的惊人 沉默总共有五十点异能量 但只禁锢周围十米范围 每秒钟的异能量消耗便高达五点 也就是说 哪怕只禁锢周围十米范围 它的异能量总量也就才只够禁锢十秒的 这点时间还真是有点不够看 当然这跟它目前只是灵界的异能修为 可能也是有点关系的 毕竟按照系统对时空禁锢能力的介绍 沉默自身的实力等级越高 能量消耗就会越少 测试了一番这所谓的SSS级能力后 沉默觉得它还是对得起它的价值的 哪怕只是当前十秒的禁锢时间 那也相当于是一种十秒钟的无敌了 在关键时刻无比的有用 这种能力无论是用来进攻还是防御 还是逃跑都非常关键 就比如别人触手攻击你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需要禁锢太长的时间 你只需要禁锢一秒钟 就可以立即获悉对方的攻击动向 做好规避动作 所以别看总的禁锢时间不长 分化为零散的禁锢时间点的话 是能够起到极强的战略效果的 确认了一下超能力的效果后 沉默又拿出了今天获得的四个日常礼包 随着四个日常礼包开启 沉默获得了三份日常物资外 没想到还开出来了一张特殊功能卡片 系统提示 开启礼包成功 恭喜你获得了功能卡片传送卡乘以一 传送卡可以提前记录一个位置 激发该卡片后将会以消耗此卡片为代价 将你直接传送到之前记录的位置 请注意此物有三秒钟的激发时间 期间一旦受到攻击就会导致传送中断 但卡片消耗不可逆 哦 还以为日常礼包只会给一些没啥用的生存物资呢 居然还会给这种实用的功能小卡片 虽然是一次性道具 但关键时刻用处还真不小 持有这种卡片 先在安全的位置记录一个点位 一旦发现什么危险 直接启动卡片 就可以快速传送 这功能效用可是极佳 特别是当隔壁老王的时候 最为适用了 沉默收起卡片 回到了卧室 小懒虫都已经大下午了 该起床了看住越睡越香的灵心如 沉默笑着戳了戳他的小脸 讨厌 莫哥哥别闹 系统提示 警告 警告 检测到宿主正在无端挑衅九阶狮亡 请勿继续此行为 否则以宿主当前修为 惹弄对方后果将会无比严重 好家伙 我刚刚祭拜九阶变异鼠王的事情 你是转头就忘记了吗 沉默有些无语 刚刚还夸自己神威超凡爵士 无勇深不可测 真可谓当时战神 一转头又如此不信任自己 眼见这丫头还这么贪睡 沉默也没再叫她 现在自己有治疗能力了 哪怕这丫头饿出未病来 也可以轻松治好 无所谓 就放任她一些也没啥 接下来也无事可做 沉默开始日常的锻炼 她之前的基础属性高 就是因为她坚持日常锻炼 现在属性更高了 她需要尽快适应自己的力量 速度 感知能力 就像今天 因为没有收住力 直接踩爆了那只老鼠的脑袋 弄得她今天穿的鞋子都不想要了 她现在进行锻炼 并不是为了继续强身健体 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控 自身现在的身体强度 沉默尝试着举了举平时 常用来练手臂力量的哑铃 结果不曾想 如今的力量 举这个哑铃 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的提拉弹了 就仿佛从地面上抓起了一块海绵一样 轻松地就给举了起来 简直可以用不费吹灰之力来形容 我现在的力量这么强了 沉默又尝试着进行折返跑 50米的折返跑 正常情况下用时在7秒左右就算是合格了 6秒到7秒就算不错了 6秒左右那就非常棒了 但沉默此时坐完50米折返跑 总共用时居然连3秒都不到 她如今的速度快到她自己都有点难以置信 这可是接近时速60K用的速度了 人力的速度堪比开车 不过就算是这样的速度 也依旧没有超越地球上动物们的极限速度 要知道猎豹的最大时速可以达到120K种每小时 但猎豹能够达到这么快的时速 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一小时跑满120公里 动物毕竟是动物 是不可能在跑得如此快的情况下 还有这么高的耐力的 它的短时爆发时速可以达到120K种每小时 但持久性不够 跟沉默显然是不能比的 沉默拥有狼人血统 激活了超级体魄 拥有近乎无限的体力 所以它是可以做到以高爆发的速度 长时间跑下去的 也就是说 沉默真的可以做到一小时跑满60KM 这对于一个生物来说 是极其变态的行动速度了 感受完自己现在的速度后 沉默自己都觉得惊奇 真想直接出门高速狂飙一下 感受一下人力飙车的快感 测试完速度 沉默决定测一测自己现在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但眼下没有现成的工具 沉默便直接从系统商城兑换了一个权力测试机 虽然只是一个检测仪器 但系统售价可不便宜 沉默花费了100点积分才买下来 也就是说相当于花了1万块钱 不过此时财大气粗的他 也无所谓这点花费 随着权力测试机落地 沉默立即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测试 他先是测试了一下不常用的左拳权力 随着沉默护的一声 左拳如弹簧般猛然朝住权力测试机的打击把重重挥出 权力测试机上立即冒出来了600KG的字样 而随着沉默使用惯用手右手再次朝住打击把挥出重 拳后 这一击更是直接打出了整整800KG的权力 这样的权力已经远超世界一流拳击手了 拳王泰森一直被人讹传为800公斤的权力实际上是800磅 也就是说差不多360公斤的权力 这样的权力便已经得到争相报道和吹捧了 沉默现在左手600KG右手800KG的权力 对比普通人他的权力已经彻底强的没变了 只要他愿意 他现在的力量完全可以做到一拳就砸爆一个人的脑袋 而这超凡的速度和力量 还是沉默没有动用异能量加持的速度和力量 所可见此时他的战斗力有多么的惊人 大概了解自己现在的强度后 沉默回到了客厅内 此时那只从都停好宠物店内领养来的小狗 已经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了 在他警惕性下降了一些后 沉默这才开始拿着食物跟他接触起来 并且按照之前店员讲解的 喂食之前要给他起个名字 这样子喂食之前叫他的名字 可以方便他记住 随着沉默一点点的喂了他一些小零食 小狗对沉默的警惕性也跟住降低了很多 刚开始沉默抚摸他 他还会有点害怕后缩 现在已经基本可以随便摸了 不过之前沉默并没有养过小动物 不知道该怎么跟小动物相处才能让他们彻底认主 按理说这种小狗养上一段时日 应该就可以自然认主了 但沉默想要进展的稍微快一些 他考虑着既然末日降临后有超能力 那有没有可以跟动物沟通的能力 能直接沟通的话 想叫他认主岂不是会变得很是方便 沉默尝试着询问系统 系统商城有关于跟动物沟通的能力出售吗 系统提示 这种能力属于超能力 系统没有直接出售渠道 需要宿主通过礼包开出 这么坑 这礼包全是随机的 怎么才开得到系统提示 系统建议宿主兑换技能意念沟通 使用该技能基本也能够起到与动物沟通的目的 好家伙 早说啊 这意念沟通不就是完美的沟通能力吗 感觉比跟动物沟通的超能力多厉害 系统提示 并非如此 该意念沟通技能只是能够将宿主的想法 通过精神力完整地传达给对方 类似于一种单向表达沟通 无法使双方进行直接的相互交流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我兑换了这个技能后 我就能够让小狗清楚地明白 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但小狗无法给我回复他的想法 系统提示 是的 那这个技能售价多少 系统提示 系统技能和超能力一样无法直接出售 但技能可以通过每日任务完美达成奖励 获得一次特殊奖励机会 这个奖励机会将由机会抽取到技能 同时宿主也可以一次奖励机会 加上足够的积分指定兑换需要的技能 也就是说本来的奖励没了 我还得搭钱才能够换指定技能 系统提示 是的 还真够黑的 沉默突然有点不想换了 他摸着小黄狗的脑袋道 小黄 以后我就是你主人了 知道吗 很显然 小黄不知道 他抬起迷茫的小脑袋 看了看沉默 然后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手掌 沉默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 就放任他在旁边玩了 他自己则是掏出手机 查询起了小狗认主的事情 结果查来查去 发现小狗认主都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才行 沉默有些无语了 如此看来最后还是得兑换意念沟通来得更快一些 接下来的时间也无事可做 沉默自己下厨煮了两碗面 煮面之前他叫醒了林心如 一番洗漱后 睡了一天的林心如也是终于感觉到饿了 看住桌上放了一个荷包蛋和一根香肠 正在冒着热气香喷喷的方便面 他当即过来美美地吃了起来 晚上你住这边吗 沉默笑着问道 不了 明天还有事情要做呢 我怕晚上累过头 明天没精神林心如笑道 你还有事情呢 我以为你天天都是闲的 什么话 我们美术生可是还要采风的 明天跟朋友们去民俗展会看看 艺术生就是高雅沉默淡笑道 莫哥哥 你要一起去吗 你不怕别人问我们什么关系 沉默打去道 怕什么 就说是我的好哥哥林心如 还特意加重了好字 我明天还别的事情要处理 没法去 又做了什么兼职吗 沉默之前闲的时候 就做各种临时兼职 勤工俭学 所以林心如下意识以为 沉默又是做什么兼职 可以这么说吧 算是兼职 收益还不错 沉默笑道 庄一天柳青岚的男朋友 确实算是一种兼职了 光今天收的前期收益 就有价值十万块的一顿饭了 还要啥自行车 是吗 那赚钱了 要请我吃好吃的 林心如笑道 你就不能心疼哥哥 请哥哥吃顿好的 那人家这不是还没开始赚钱吗 等我的话值钱了 天天请你吃好的 那我怕是要等到七八十岁了 呸呸呸 哪里需要这么久 我要出道极巅峰 那我就等住以后 沾你的光啊 打趣地聊了一会后 林心如也已经吃完了面 她收拾好衣物 便准备离开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的宿舍又不远 咱们下周见 这期间 你要多养养精力忧 林心如离开前 妩媚地对沉默 飞了个吻 沉默笑着说道 别的不说 我现在就精力最足 确实 融合了狼人血统后 她拥有超强体魄 哪怕如今活动了一天 身体都不会感觉到一点累 送走林心如 沉默回家 逗弄了一会小黄 玩了一会游戏后 便又出门了 晚上还有兼职要做 虽然她现在财大气粗了 但之前已经接下的兼职 自然也没有 直接翘班的道理 这个兼职工作 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就是在茶馆里面 帮忙打扫一下卫生 这间茶馆 就在摩都大学附近的 一条商业街内 算是离沉默上学的地方 比较近 这里会有不少 摩都大学的同学们 来闲逛 人流量还是不错的 沉默如约来到了店内 此时正值晚上七点钟 刚刚进店 沉默就见到了一个熟人 眼前的女生 脑袋后面 扎着一个简洁的马尾辫 浑身皮肤白皙 吹弹可破的脸蛋上 薄薄的粉嫩红唇 小小的穷鼻点缀 一双水淋淋的大眼睛 更是看上去分外明亮 她的身形 虽然看着有些消瘦 但是浑身上下 还是该秃的地方秃 该翘的地方翘 可以看出来 本身骨架很好的她 身材比例也是非常好的 不过这女生的身材样貌 虽然不差 但是她的衣着打扮 却显得有些土气和老气 浑身上下的衣物 一看就很旧 一 小月 你怎么也在这里 沉默面对笑容 意外地问道 沐熙月是沉默之前 打零食宫时认识的朋友 因为大家都是 魔都大学的同学 所以一来二去也就相熟了 没想到在这边居然又遇到了 听说素雅姐姐这边 要招人帮忙打扫卫生 我就来了看到沉默出现 沐熙月明显脸上 闪过一抹不易觉察的喜色 虽然两人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之前打工的时候 沉默经常会帮助和照顾到她 还是让她对沉默很有好感 是吗 沉默立即转头看向了 此时正在柜台后面 玩着手机的老板娘 素雅姐 这小小茶馆 您还招两个卫生员啊 沉默笑着问道 一个是站岗型的 一个是一次性的 素雅笑助说道 默默 你负责一次性打扫 小月就在这里守住 等有客人在茶馆内消费了 就清理一次 您真会用人沉默无语笑道 这明明花一份钱就够了 她却偏要花两份钱 可见这位老板娘 就是特意照顾她们 这些勤工俭学的小年轻 沉默说话间 已经将目光扫过素雅 和沐熙月的头顶 她意外地看到 沐熙月的脑袋上 居然顶住 九尖魔人的等级称号 不会吧 小月怎么会变成九尖魔人 沉默觉得沐熙月 是属于那种 特别逆来顺手型的女孩 而且似乎遇到什么困难 都能够独自克服 这样的女孩 居然会被魔器浸染 负能量爆棚 到成长为九尖魔人 这属实是让沉默感到意外了 系统提示 检测到宿主附近 出现九尖魔人 异常警告 异常警告 检测到该单位 即便已经魔化 对你却依旧保留着 绝对的善意 可以进行接触 但魔人是受到 魔器浸染的单位 还请接触过程中 多加小心 不要做出任何刺激 对方负面情绪的事情 魔人和尸怪不同 尸王是完全设置了 所以灵心如 哪怕跟沉默关系很好 也无法被系统判定 不会有敌意 但魔人是有理智的 只是因为被魔器浸染 负能量爆棚了 所以基本上 也是贱人杀人 欲神杀神 可眼前的沐熙月 却让沉默无比意外 系统居然检测到 他哪怕成为了九尖魔人 也对自己保留绝对善意 这是为什么 沉默意外地 多看了几眼沐熙月 倒是看得对方 害羞地低下了脑袋 察觉到自己盯着人看 不太礼貌 沉默当即跟沐熙月 叙旧了几句 在没发现 他有什么异常之处后 便立即开始 干自己的活了 期间沉默 还不忘将目光 扫过街上 来来回回的路人 观察着大家脑袋上 只有他能够看到的信息 要是能够发现 九阶目标 说不定可以跟对方交际一下 多混点好处 不过这九阶单位 还真不是这么容易出现的 街上行人来来回回那么多 也愣是没有看到一个九阶的 唯一的九阶 便是站在附近的沐熙月了 这位对自己有善意的 特殊九阶魔人 沉默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够将沐熙月的这个身份 转化为赚取生存积分的利器 好在大家本来就相熟 以后接触的机会多了去了 也没必要操之过急 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在打扫过程中 沉默意外地看到了一个背包 本来他以为是什么客人遗落的东西 便打开检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其中的东西 全是女孩子的衣物 随着他敏锐的嗅觉发挥作用 他发现这个背包上沾染的气息 和沐熙月身上的几乎一致 他当即好奇看向沐熙月道 小月 这个包包是你的 见到沉默捡起自己的背包 沐熙月连忙脸上 闪过一丝惊慌的上前来接过背包 红着脸点了点头 声若闻那道 愣沉默道士也没有察觉到什么一样 继续开始打扫 很快他便将茶馆上上下下 打扫了个干干净净 老板娘 我活干完了 很好 很不错 这是你的工钱 素牙只是抬头扫了一眼 都没仔细检查 便掏出了一百块给到了沉默 您不检查一下吗 你又不是第一次来 我还能不放心你 素牙头也不抬的继续玩着游戏 倒是惹得沉默无奈一笑 就在沉默收起素牙给的工钱时 系统提示却突然响了起来 系统提示 检测到宿主深入五阶怪人的巢穴 并将该怪人的巢穴清洁度 提升到了90% 深得怪人赏识 特此奖励一千点生存积分 低级礼包一份 系统拟发奖励是真随性啊 沉默听完系统提示 不禁笑了 这都能有奖励 那自己把街上全都清理干净 是不是奖励会更好 不过除了魔人 尸怪 异能者之外 又出现了个怪人的称号 沉默立即好奇探查了一下 系统提示 怪人乃是服用了 异化果实的特殊人类 他们的身体会怪物化 但依旧保留着人类的情感 属于半人半妖的类型 深度怪物化的怪人 会逐渐失去身为人类的意识 也就是说 怪物化加深 就会变得跟尸怪差不多 成为纯粹的怪物了 沉默了然点头 今天外面的活也已经干完了 沉默便准备告辞离开了 离开前 沐熙月突然拉住了他 沉默 我 怎么了小月 那个 我有手机了 沐熙月话说到一半 沉默就了然了 他当即笑着说道 你手机号码多少 咱们加一下 方便以后有事情的时候联系 一听这话 沐熙月立即将自己的手机号码 流成的报了出来 就像是准备这一段 准备了很久一样 沉默笑着拨打了过去 在对方手机上 显示出自己号码后 沉默这才挂断说道 会备注吧 嗯 学过之前打工的时候 沉默找沐熙月 加过电话 但却得知 对方连手机都没有 这还是让沉默比较意外的 因为都已经2023年了 还有年轻人居然没有手机 但后来得知沐熙月的家庭情况后 沉默也就了然了 倒是也没有太在意 没想到沐熙月现在弄了一台手机 那正好加上电话号码 方便以后联系 酒间魔人 而且还是对自己没有敌意的酒间魔人 这简直就是行走的奖励库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刷 加完电话后 沉默这才返回了家中 忙碌的一天总算是要结束了 他就等着日常任务的第二个任务 一天无伤任务结算 好领取日常任务全部达成的特殊奖励了 安抚好小皇后 沉默便洗漱了一番躺床上挽起了手 机制到零点的到来 系统提示才终于响起 系统提示 恭喜你成功完成了日常任务2 检测到你在今日与强敌进行过大战 却依旧能够毫发无损地度过今日 你超额完成了日常任务 本次奖励翻倍 你获得了2000点生存积分 日常礼包两份 原本沉默还在想这个日常任务 二 可能是自己今天四个日常任务里面 唯一一个没法超额完成的任务 结果没想到原来还有这种判定方式 只要经历过战斗 依旧保持无伤 就可以超额完成 这样子的话 今天一天四个日常任务 都等于是超额完成了 沉默心中不禁在想 要是这样的话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额外的特殊奖励 此时系统提示还在继续 系统提示 由于你成功完成了 今日所有的日常任务 日常任务完成度达到了100% 你可以额外获得 1万点生存积分奖励 且可以获得一次特殊奖励 抽取机会 特殊奖励 该奖励有几率抽取到 除超能力外的任何奖励 系统提示 检测到 你今日所有日常任务 全部超额完成 你可以再额外获得 1万点生存积分 你额外获得一次特殊奖励 抽取机会 随着系统提示结束 沉默不禁有些喜出望外了 全部任务超额完成 还真的有额外的奖励啊 这下子他的生存积分 一下子就多了整整2万2千点 此时他拥有的生存积分 已经高达了28459点 换成钱就是284万 这可是巨额财富了 看住巨额的积分奖励 沉默没有急住消费 而是先将日常礼包开启了 随着两份日常礼包开启 其中一份日常礼包 开了个没啥用的生存物资 另外一份日常礼包 倒是开出了不错的东西 助言单 服用此单 可以让你的容貌永住 不再衰老 哦 还有这种好宝贝呢 不过马上就末世了 活命都成问题 谁还在乎容颜永住 要是末日不来 这玩意能够批量生产的话 那直接卖爆全世界了 沉默吐槽了一句 随口就将助言单给吃了下去 随着助言单入腹 沉默只感觉助言单 化为了一股特殊能量 融入了自己全身 虽然它叫助言单 但似乎是有防止 全身上下机体衰老的功效 沉默觉得此物叫不老单 或许更贴切 日常礼包能开出 来的好东西 还真不少 看来我真是小看日常礼包的假 值了 服用完注言单 沉默开始看向了 系统奖励的特殊奖励 抽取机会之前 他在询问 与动物沟通能力的时候已经 在系统这里得知了 可以使用这特殊 奖励抽取机会 来指定兑换自己想要的技能 好处是可 以指定换到想要的技能 坏处就是 白白失去一次抽奖机会 还要倒贴生存积分 沉默考虑了一下 早点让小狗认主 早点开启后续的主线生存任务 对获取收益可能会更有好处 他决定还是奢侈一把 不过在奢侈一把之前 沉默决定再问问清楚 还有没有其他让动物认主的办法 毕竟他以前看过一些小说里面 可是有什么符咒 可以强制让宠物认主的 这系统看上去这么万能 说不定会有类似的道具呢 系统 你商城里面 除了超能力和技能以外 可有什么能够 直接让异兽认主的道具之类的玩意 系统提示 对于宿主的要求 除了超能力和技能之外 宿主还可以通过 获取契约神符来实现 此物可以让宿主强制 将处于虚弱状态 且境界不高于你的一手 收为宠物 境界低于我 此时的小黄 还没有觉醒成为九阶兽王 按理说境界应该比我低吧 可如果系统这坑爹的契约神符 是按照小黄 是九阶兽王的品阶生效的 那岂不是还是无法生效 为了保险起见 沉默再次额外增加了一点条件 询问道 有没有可以直接让境界 高于我的异兽认主的道具 系统提示 很抱歉 等皆高于宿主的单位灵魂强度 势必高于宿主 无法借助外部手段强制认主 系统中并没有此类物品出售 真坑啊 那这契约神符什么价格 系统提示 契约神符属于特殊物品 需要利用特殊奖励抽取机会抽取 亦或者使用特殊奖励抽取机会 指定兑换 并额外支付1000点生存积分进行兑换 那如果我用特殊奖励抽取机会 指定兑换意念沟通的话 需要消耗多少生存积分 系统提示 利用特殊奖励抽取机会 指定兑换意念沟通技能 需要宿主额外支付5000点生存积分 真够贵的 听着系统的报价 沉默颇为的心疼 他准备先兑换契约神符试试效果 要是契约神符可以衬住现实中的小黄 还是普通宠物的状态 强行契约他为宠物 那自己就不用浪费再多花费 4000点生存积分了 虽然要是不行的话 会多浪费一次特殊奖励抽取机会 外加1000点生存积分 但这个实验还是值得一试的 因为按照沉默的估计 小黄的境界是系统按照 一年后的时间点评价的 可实际上小黄就是一只普通的宠物 这个神符没理由会无效 沉默直接拨出了特殊奖励抽取机会 和1000点生存积分兑换下了契约神符 然后跑出卧室来到了客厅内 此时小黄正蜷缩在沉默准备的温暖的狗窝内 甜甜地睡住 系统 这契约神符要怎么用 系统提示 宿主只需要伸手触碰向目标一受 意念激发手中的契约神符 就可以进行强行认主契约了 倒是挺简单 沉默当即伸出左手 轻轻覆盖在了小黄柔软温暖的身体上 在心念一动间 便成功激活了右手上的契约神符 随着契约神符激活的瞬间 沉默只感觉小黄的身体内 莫名地蔓延出了一条 仿佛从灵魂之中脱离出来的细线 直接牵挂到了自己的身上 这是一种极其奇妙的感受 这就认主成功了吗 沉默心中犹疑之际 系统提示已经紧跟着响了起来 系统提示 宿主竟已临接实力 成功令九阶兽王任你为主 辱之魅力当时无双 特辞奖励宿主生存积分十万点 S级大礼包一份魅力十点 多少 看出系统奖励 沉默人都傻了 除了之前击杀九阶变异鼠王 完成九阶首杀 获得价值一个亿的SSS级大礼包外 这还是他第一次 看到五位数的积分奖励 整整十万点积分奖励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S级大礼包奖励 这就是常规情况下 击败或者说 驯服九阶单位的含金量嘛 这奖励哪怕没有 SSS级大礼包这般的变态 也已经是非常的猛了 不过奖励可没有到此为止 上面的奖励 只是单纯沉默 驯服了九阶兽王的奖励 作为主线生存任务的奖励 可还没发呢 系统提示 检测到宿主 驯服了一头九阶兽王 达成主线任务要求 且此易受品阶 已经达到了本任务 最高奖励品阶 可以直接提交 是否以此易受进行提交 既然九阶就已经能够 触发最高级奖励了 也没有必要寻找什么十阶 或者更高品阶了 陈默自然直接选择了提交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 成功完成了主线生存任务一 且以顶格水准完成该任务 特辞奖励宿主 SSS级主线大礼包一份 SSS级主线大礼包 跟SSS级大礼包有什么区别 陈默好奇问道 系统提示 SSS级主线大礼包 比SSS级大礼包更加稀有 SSS级主线大礼包 可以开出特有的主线任务奖励 其中有很多SSS级大礼包 也无法开出的奖励 助军好运 原来如此 那看来顶格完成主线生存任务 还是很重要啊 系统提示 检测到宿主已经完成了主线生存任务 一 请宿主努力提升属性 在宿主的全属性达到三点 且异能者等级达到一级后 将会为宿主发布主线生存任务二 看完系统提示 此时陈默看了看自己 现在系统界面显示的拥有物 此时他拥有积分127459点 之前插管获得的 D级大礼包一个 日常任务奖励的特殊奖励 抽取机会一次 S级大礼包一份 SSS级主线大礼包一份 这么多的收益 陈默决定先开D级大礼包 系统提示 开启礼包成功 恭喜你获得了D级物品 胶囊摩托 胶囊摩托 什么玩意 陈默立即看了一下 系统背包之中所谓的胶囊摩托 结果只看到了一个胶囊状的东西 不过 这个东西陈默可是太熟悉了 因为这个玩意 跟他看过的一部漫画书上的物品 极其相想 这部漫画就是龙珠 这个胶囊就跟龙珠世界前期 唯一指定女主 布马使用胶囊摩托时的胶囊 极其相似 当年看漫画 陈默就挺期待地球未来 能够有这样的产品问世 但得知这中间可能涉及的原理 有多么的困难后 陈默也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没想到系统中居然可以开出这种东西 陈默当即从系统仓库 取出了胶囊摩托 随着他按了一下胶囊 将胶囊丢向一旁的地面 只听喷的一声 一辆崭新洁白的摩托车 便出现在了陈默的面前 这台摩托车没有轮子 只有平平的底盘 其实这台摩托车是有轮子的 但是现在是收起来的状态 需要按特定的按钮才会出来 按照陈默的记忆 其实这玩意并不需要什么轮子 它有一套特殊的运行原理 就像是磁悬浮一样 直接悬浮在地面上行驶的 陈默上上下下检查了一番 这台胶囊摩托 对这种高科技产品 还是感觉到非常新奇的 他不禁在想 如果将这台摩托贡献给科学院 是否可以帮助解析 此类物品的制造办法 要是这玩意能量产 那火遍全球可太简单了 不过想想也不太可能 毕竟默是半年后就来了 研究家制造 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来得及 陈默也就懒得多事了 平时自己用用就行了 他按了一下胶囊键 将东西重新变回了胶囊后 便收回到了系统仓库 没想到D级礼包 也是能够开出相当不错的东西 本来陈默对这所谓的 D级大礼包内的东西 其实是不太抱希望的 但是能够开出胶囊制品 还是让他比较意外 收起胶囊摩托后 陈默又立即看向了S级大礼包 至于剩余的那一次 特殊奖励抽取机会 陈默决定先留着 万一之后突然有什么东西 想要指定兑换了 没有特殊奖励抽取机会 可换不了 所以这个机会 还是要至少留着一次备用的 A 系统提示 开启礼包成功 恭喜你获得了S级技能 神圣进化 神圣进化 损耗些许精神力 对任意目标使用 可以为其驱散 一切异常和疾病 异常 疾病越重 所需损耗精神力越多 进化 看到进化的瞬间 陈默立即想起了 自己的另外一个 A级技能治愈之光 乍看之下 这两个技能 效果有些类似 但根本性上 两者其实是不同的 治愈之光 只能治疗伤势 比如颈椎磨损 内脏损伤等 但对于病理性的毛病 却是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就比如病毒感染 沉默的治愈之光 是可以将对方病毒 感染坏死的区域治好 可治好了 不代表消除了 那些区域的病毒 那些病毒 会继续蚕食破坏 这就是所谓的 治标不治本 对方的病情 会无限反复 同样的 对于中毒之类的情况 治愈之光 也只能临时 治好毒伤的部分 却无法中和 或驱散剧毒 依旧只是治标不治本 但神圣进化不同 它的效果是 驱散目标 一切异常和疾病 那不管是中毒 还是伸染 何种古怪的毛病 都会被医病驱散 只是驱散归驱散 神圣进化 却没有标注治愈能力 也就是说 神圣进化 虽然可以除本 但对已经出现的损伤 却无法直接帮助 恢复和逆转 可若是神圣进化 搭配上了治愈之光 一起使用 那就彻底完美解决问题了 利用神圣进化 彻底根治毛病后 再用治愈之光 进行一次彻底的损伤修复 那基本上 再重的病 只要对方没死 还留有一口气 沉默都可以靠这一套 巧妙的小连招逆转了 只是这一套连招下来 期间他的精神力损耗强度 会有多大 就不得而知了 在此美食当中 问题 我们能试一下